今天讲的最佳综艺节目主持人讲最后是由浩角翔起 靠着节目时尚玩家打败了其他的A咖前辈 也让大家都说浩子和阿翔一个要当爸爸 另外一个要娶太太了 真的是好运无法挡 得奖的是 浩角翔起 浩子 阿翔 一听到自己得奖了 浩角翔起还是改不了搞笑本性 就连领奖还是逗台下观众哈哈大笑 人家说传播很小惊 好运也会跟着来 浩子是老婆即将临盆生孩子 阿翔是下个月就要结婚 浩角翔起果然是运气强 到了后台阿翔还是顺便练习怎么信仰报 再一次再一次 受不了了要休息一下 第一次入围就拿奖 浩子阿翔还是不忘感谢前辈承让 就是他们疼惜我们这些新人 没有 刚才他说 你说承让的时候 浩子阿翔马上说 我没有要让啊 真的吗 浩角翔起 凭着搞笑默契 不只观众超喜欢 就连评审也给予肯定 知人新闻 众号报道